大家好,我是彭少 聊到视频播放器 每个人都能随意说出几款心中的代表 比如优酷,爱奇艺,QQ影音,或者Pod Player 但如果提到MPC多媒体播放器的鼻祖之一 开源界的一大奇迹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或者真正的了解它 这还要从当初的微软播放器WMP说起 全称为Windows Media Player 最初靠着简洁轻便,低调友好的使用体验 拥有着众多的粉丝 直到2000年的时候推出了新版本 将原本经典的界面变得一塌糊涂 功能也越加臃肿 很多老用户开始不满 但微软却无心听劝 最终失去了大量的粉丝 开发者们无奈之下决定自己掌控 于是在2003年的时候 开发出了Media Player Classic 也就是视频开始提到的MPC 它在保留了经典内容的基础上 功能更加强大 而且开源 只要支持GPL协议 任何人都可以共同开发这个项目 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套彻 我先介绍一下GNU计划 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 所有的软件均可开源免费 而此计划的创始人斯托曼 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 撰写了一份协议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GPL协议 全称为General Public License 意思为通用性公开许可证 条款内容大致意思就是 只要用到了里面的开源代码 开发出来的软件 也必须要完全免费 不得有任何商业性质 后来作者又创立了 自由软件基金会 为GNU项目提供大量技术等各方面支持 开始逐渐走向成功 期间开发了很多强大的软件 直到1992年 完全自由的电脑操作系统Linux诞生 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毋庸置疑 Linux也同样遵循GPL协议 免费供任何人使用 而后又在Linux系统下 开发出了FFMPEG计算机程序 它是一个多媒体视频处理工具 有非常强大的视频编码 格式转换的功能 同时也可在MacOS和Windows端运行 由于FFMPEG也随着Linux系统 遵循了GPL协议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 但同样也要遵守协议 但在2005年 NPC的代码被盗用 导致此项目一度停滞 接着在2006年 新的开发者接管后 就有了NPC-HC 全称为Media Player Classic Home Cinema 但就在2009年2月 韩国的KM Player 被发现使用了他们的代码 和其他相关文件 并没有遵守规定 因此被举报 进入了FFMPEG的耻辱名单 Pod Player是KM Player作者 转入其他公司后的另一作品 下场可想而知 2009年5月 暴风影音又被一网友 在下载解压后 发现安装程序里面 包含了大量的开源解码器 仍然没有遵守GPL协议 也被写入耻辱名单 2009年11月 经网友举报 QQ影音强词夺理 将计划中的开源解码器修改后 并不承认 经查时候正式进入耻辱名单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播放器 扔在此名单中 比如当初被称为 字幕神器的射手影音 为了脱离名单 不得已撤销相关的内容 导致越改越烂 渐渐颓迷 不过目前也已经完全开放原代码 深得一部分人的喜爱 经过一度的兴盛衰败过后 MPC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 由全世界的不同程序员 共同维护此项目 目前的功能也非常完善 即便不再更新 也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使用需求 由于MPC为开源软件 大家可在GPL协议下进行修改 所以后来被一个俄国团队 在保留大部分功能特点的基础上 加以优化 换掉了古老的界面 于是就有了现在 很受新老用户欢迎的MPCBE 当然两者在稳定性和解码等方面 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 但同时又都有着各自的优劣之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视频简介中的链接 到官网下再了解一下 关于持入名单 目前在FFMPEG官网也不再更新 所以关于软件的开发历史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追溯 暴风影音 是我当初用的第一个视频播放器 除了美观的界面以外 还可以观看大部分无删减影片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更换 QQ影音目前也有了最新的版本 Pod Player也仍然被广大用户所喜爱着 甚至被称为Windows端神级播放器 大家都在根据自己不同的习惯 选择最适合的那个 无关其他 这样挺好 但关于抄袭盗用这件事 我们心中仍该存有概念 虽然无权指责 但可保留鄙视的态度 只希望所有人支持原创 支持开发者 这样才能让更好的软件 得到最良性的循环发展 让开发人员抱以出心 以最宽慰的心情 为大家开发最良心的工具 好了这期视频就先告一段落 大家有任何疑问 可以添加联系方式 我一定会在看完之后 第一时间回复信息 如果想要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可在我收藏夹中 按照分类进行查找 这里一定有一款你用完了 就再也不想放弃的工具 来日方长 惊喜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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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